不好意思 本來我想用食物投影機給各位看 但是這邊有一點問題 那我先用這樣給各位看 這樣至少也可以看得清楚 對不對 Evernote在這邊 那麼其實我們在用的時候 一般其實我們要做記事的話 用記事的話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你可以除了手寫以外 也可以做這邊 像我這邊直接從 這裡被擋住了 這裡有一個加有沒有 按一下它這裡面就有分 就有分看你是要手寫的 直接做手寫的記錄 手寫的記錄還是你要做文字的 甚至拍照的都可以 那比較特別就在於說 我剛有提到 它是 多個平台都有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有上網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做同步 直接做同步會比較快 這樣 這樣大概 有了解嗎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呢 平常你在做輸入的時候 請問你用的 是不是都是注音比較多 那我可能問一下 用注音的話 好不好打 你覺得 手那麼大 然後那個 波半那麼小 對不對 那你要打是不方便 所以呢其實 當然講我覺得 如果有筆的話 是真的有比較厲害 有筆的話 其實在輸入比較方便 那這裡呢 有一個輸入 給各位看一下 齁 就是我 待會兒講這個 叫做mysquare 3的beta齁 那它目前是免費的 你可以看看 如果說 你要做輸入的時候呢 我的會是這樣子 像這樣 我在下面會有一個 這個輸入的 有沒有 所以呢 有時候我在這邊 就直接寫了 糟糕 有沒有 我可以直接連續寫 這個沒有 就是這樣直接連續寫進去 它辨識率還蠻高的 辨識率還蠻高的 就是 應該會比你直接在那裡 打注音快得多啦 即使現在有很多的 注音輸入法 有做一些改善 但是在怎麼改善 還是慢 還是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這邊 跟各位介紹的 這個叫MySweetBeta 這個手寫輸入 它上面其實還有別的那個 那個 別的ABG 比如說你要做那個 手寫的運算 像我們會寫那個 四個運算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運算 它也可以做 那是另外一個 好 那另外一個呢 這邊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我是蠻建議 各位你可以 加一個東西 就是 Google的相簿 Google加了相簿 你應該常常會用手機 或者行動工具拍照 那你會不會擔心 照片如果沒有備份出來的話 怎麼樣 就不見得 或者手機掉了啊 所以 有一個雲端備份 是相對會比較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當然啦 我還是必須跟各位講 不該放的 不該拍的就不要拍啊 不然還是一定會有 就是 洩漏出去的風險吧 那麼我們在這邊呢 其實有一個過過加項 它可以幫你做自動備份 那如果你的照片的解析度 設於 300萬以內 也就是2048 乘以103 1536 也就是在這個尺寸 里內的話 乘以1536 這個是300萬像素 300萬像素以內的話 它的空間是不限的 空間是不限的 即使你是錄影 也不限 我們知道錄影檔案 是不是都比較大 用手機做錄影檔案 比較大 那它也不限空間 這個它可以幫你做備份 那更特別的是 它可以幫你做一件事情 好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Google家它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除了幫你做這樣的備份以外 有沒有 會幫你做備份 它還會幫你講故事 因為這裡有更多的裡面 有沒有叫Story 有沒有 Story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 某一個地方 比如說你出去玩 那你會拍比較多張 對不對 拍比較多張 然後這都幫你收集起來 變成一篇故事 一篇故事 那你就回來 就不用整理相片了 好你看這個是我們去墾丁的 它就因為去了兩天嘛 所以拍的照片比較多 它就會像這樣幫你整理成一個故事 後面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自己再更替 好等一下 這個 應該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它會把那個照片安排好了 照片安排好 所以像我們下面這個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拍照 很多人都喜歡拍 但是都怎樣 不太喜歡整理 所以這照片一堆 但是要的時候就找不到 對不對 那如果能夠透過這樣收集 整理好 就比較方便 而且Google家項目 也跟也很不一樣的地方 哪個地方不一樣 平常如果你 針對照片做一些 比較亮度的調整 或裁切 或一些特效 做完了會怎麼樣 原本的照片是就直接改變了 Google的美容 沒有 所以你不管什麼時候做 你隨時可以回到最原始那一堂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你不用擔心說 我的原始的資料 會因為你做的某些調整之後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這個跟我們之前它有推出 另外它是Google的那個叫Picasa 那個相簿軟體是一樣的 好 好 OK 那麼最後呢 因為 這邊 有些東西我沒有辦法再 跟各位講那麼多 但是 有一個 協同教學的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有沒有人有用過 TeamViewer 可能這個應該 在台灣的知名度是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尤其 那麼在用的時候包括 你可以看到對方的操作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檔案傳輸 也可以Check 就是聊天 或者是做什麼 所謂的Voice IT 就是 比如說網路電話 也可以 或網路視訊也可以 當然前提就是網路不要太慢 不要太慢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你們分組 兩三個四五個 大家就 不用去外面吃吃喝喝 直接在銀端上直接做投入 所以你有興趣的 可以去這個地方看一看 還有安裝的版本 也有免安裝的版本 也有免安裝版本 好